大家好,我是Marco,欢迎回到FanBI功能演示视频。 在这一段视频中,我就向大家介绍Dashboard的相关概念和功能。 Dashboard也叫做管理驾驶舱。 在快速入门和其他功能的演示视频中,已经介绍了部分Dashboard的相关功能。 FanBI的Dashboard建筑在FanBI的多维数据库以及其OLAP分析功能之上,承载了数据分析的展示功能。 在FanBI中,一个分析对应一个Dashboard,而一个Dashboard往往包含多个组件与空间。 Dashboard之所以叫做管理驾驶舱,其功能不仅是多个组件的简单堆砌,更可以通过合理的布局与联动, 对同一个分析主题站在不同的层面,不同的观察角度,以及利用不同的形式进行分析,并且让它们互相关联对比。 在一个Dashboard上展现出来,直击核心问题所在,辅助领导层进行决策。 下面,我会向大家一一介绍FanBI Dashboard的功能。 在Dashboard中,布局方式分为两种,自适应布局和自由布局。 默认采用自适应布局。 在自适应布局模式下,脱入的组件会自适应的充满整个Dashboard。 自适应布局适合进行快速简单的布局。 如果我们的组件需要手工调整大小和位置,则可以采取自由布局。 点击布局方式下拉框,选择自由布局。 脱入组件。 使用鼠标,拖拽组件的标题栏,可以改变组件的位置。 将鼠标放在组件的右侧或下侧边线上。 可以改变组件的大小。 当我们需要两个内容相似的组件时,可以先将其中一个做好,然后利用组件的复制功能复制第二个组件。 点击EU组件的下拉框框,点击复制。 我们就直接得到了第二个组件。 也可以通过组件和空件选择栏最下方的组件复用按钮,直接将存在于其他分析中的组件,通过拖拽的方式复制到当前分析中。 灵活运用组件的复用功能,在制作复杂组件时,可以大大降低组件制作的难度和时间。 回到一张之前制作好的分析中,在Dashboard界面上,所有的组件和空件都有自己的下拉功能三角。 在下拉菜单中,都可以通过删除按钮,从Dashboard上删除。 在下拉三角左侧,所有的组件和空件都可以通过详细设置按钮,进入详细设置页面。 在详细设置页面中,除了进行数据和图表的配置,也可以在标题栏中对组件更改名称。 操作完毕后,可以用右上角的返回按钮返回Dashboard。 此外,在Dashboard下方的标签栏中,也可以通过点击的方式,实现组件与组件之间,以及组件与Dashboard之间的快速切换。 在分析时,往往需要一组空件进行数据筛选。 在一次数据筛选中,往往需要对不同的空件进行不同的操作。 而每次空件条件的改变,都会导致Dashboard上所有组件的刷新。 在一系列操作之中,Dashboard上的组件需要刷新多次,浪费了服务器的计算资源,同时也导致浏览器端不必要的等待。 此时,可以用Dashboard上的查询按钮来解决这个问题。 在组件栏中,拖入查询按钮。 当Dashboard上出现查询按钮时,所有操作只有在点击了查询按钮后才会生效。 改变核同类型的筛选条件。 改变重点客户的筛选条件。 所有组件都没有刷新,点击查询按钮。 所有组件随之刷新。 我们可以再从组件栏中,拖入重置按钮。 使用重置按钮,可以通过一个按钮清空所有组件的过滤条件。 在Fumbi中,还有一类特殊的组件,明细表。 明细表直接展示数据的明细信息,不进行任何分组汇总。 因此,在一般分析中,独立使用明细表是没有分析意义的。 只有结合空件的条件筛选,以及组件的联动,明细表才能在分析中发挥其作用。 下面,我们来重现明细表的制作过程。 从左侧的组件栏中,脱入明细表。 进入详细设置界面。 选择分析用的明细数据。 返回Dashboard。 这样,明细表就制作完成了。 最后,我们来设置组件到明细表,组件到组件的赚取联动。 点击,点击组件右上角的下拉三角。 在下拉菜单中,点击赚取到明细表。 在弹出的悬浮窗中,将对应的按钮拖拽到明细表。 这样,组件到明细表的赚取联动就设置完成了。 类似的,可以通过下拉菜单中,点击赚取到组件。 将赚取按钮拖拽到对应的组件上。 这样,组件到组件的赚取联动也设置完成了。 检验一下,检验一下赚取联动的效果。 点击柱状图中的北京。 剩下的三个组件,数据随之发生改变。 都变为只统计北京式的数据。 以上就是FanBI中Dashboard的相关功能。 此为我看你的视频是每个字数据。 我看你做什么,你画得到几刀的时候呢? 你会不会有关心呢? 谢谢观看